大家好,我是張欣欣 今天是我們在大丘的第二個晚上 咱們又準備要來吃美食了 我相信大家對韓國的捐豆腐一定不陌生 可是不可免俗的 咱們到了韓國一定要再來吃一次 看看它的口味跟台灣有什麼不同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大丘半月堂站 現代百貨旁邊的一間非常大型的捐豆腐店 根據我們當地的好朋友說 這裡的捐豆腐和我們吃過的口味不一樣 而且特別好吃 在地人喜歡的風味 讓我們一起進去走走看看 GO! 小區要示範怎麼吃了 辣椒 下面這個是什麼呀 五花肉 這是安口未來的 哦 不得給 好 好 我相信我們今天要來吃真正韓國大丘的捐豆腐 我的床間是我們好朋友 昭賢 等於來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你好 他是道道弟弟的 韓國本地的 這個捐豆腐 你們能不能先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是韓國傳統的 湯 嗯 傳統的湯 米麵條 雞蛋 你們平常會不會吃別人 嗯 吃 想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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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是加到半斤 但是你有嗎 不用 就分開 分開 好的 那我們就來嘗嘗看嘍 我們來嘗嘗嘗嘗嘗 找姐 我剛看到這旁邊有這個 海財跟隨便吃 這個要怎麼用呢 很愛 教我們吃 常常不會吃 啊 很特別的海韓飯 好像在吃日本的那個飯糰的味道 超好吃 然後不見讓我們自己吃 海鮮煎餅 你看這個海鮮煎餅 裡面有韭菜 哇 海鮮煎餅 它這個感覺是很軟的 對 真的很軟 你看其實一樣也很好吃 因為我們平常煎都會一直強調把它煎得很脆脆的 脆脆的 可是在這邊你看 你看它其實一下子少掉了 對啊 真材實料 所以來到韓國 跟在台灣聽的很多時候不太一樣 其實它的粉真的不是很脆 但是咬一咬很香 很香 你看它這個豆腐 嗯 好像豆花哦 真的真的很像豆花 超嫩的 好綿哦 一咬下去就化了 好像我們煎辣的豆腐 還稍微硬一點 這個真的好軟好軟哦 吸的那個湯汁好好吃 我們來煎豆腐 我點的是辣的 你看裡面就有豆腐 有 一顆雞蛋 有沒有 然後還有一些蔥花 你看豆腐 嚐一下豆腐 噢 燙燙燙 豆腐的質地非常細 而且味道很棒 非常柔軟 外面裹滿了辣辣的湯汁 但是內部依然充滿了豆香味 看起來很辣 像吃進去不辣 吞下去也是很辣 我倒覺得有一點像湯版的那個麻婆豆腐 很合我的口味 特別好吃 哎呦 這把它當作那個冬天的熱湯來喝 一方面暖 身子一方面暖 心暖胃 好喝耶 我覺得不要把它跟麵拌在一起 不要跟飯拌在一起 反規範 然後這個湯味燙 它的豬肉的口味跟台灣不一樣 我覺得它的比台灣的稍微再鹹一點點 口味沒有那麼清淡 但是吃起來特別香啦 如果我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跟四川的口味 有那麼一點接近 有點辣 還有一點點麻的感覺 吃得好飽吃得差不多了 老婆老婆 這些裡面你覺得你最喜歡吃的 是哪一個 為什麼 對 因為我覺得很好吃 越吃越香 而且它的那個套Q好多 嗯 我覺得好吃 小旭你最喜歡吃的是什麼 我喜歡吃五花肉 五花肉 比較不油膩喔 對啊 不比較不油膩 好吃 好吃 有香 它沒有一種豬肉的那種 腥味 嗯 欸 趙賢你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吃這個 海鮮煎餅 為什麼 原來我喜歡 原來我喜歡 這樣煎煎 我喜歡 味道 喜歡吃海鮮 喜歡吃煎的味道 要不要猜猜看我最喜歡吃的是什麼 我最喜歡吃豆腐 哈哈哈 被我全部給吃光光了 我覺得這豆腐好嫩喔 辣辣的超好吃 都很好吃 今天咱們晚上吃的韓國晚餐 捐豆腐 十月捐豆腐 好吃 成功 看一下它的菜單也很單純 其實這麼貴喔 大概一份 十鍋煮的捐豆腐套餐 大概就是兩百多塊錢台幣 九千塊到一萬一千塊韓元 兩個人的套餐大概就是四百塊錢左右 好看喔 好看喔